我們請同學進到這個24頁 那目前WebDuno有三個平台 那首先第一個 它有基本的Blockery的積木程式 這邊是免註冊的 所以待會呢你直接點這裡 點了之後你點這邊 有沒有就網址可以連過去了 千萬不要再 複製起來自己再貼喔 好 我都幫你擦音節好了 那麼第二個呢 這就是我們剛一開始跟各位介紹的模擬器 這個也是免註冊 所以待會我們會先從這邊進來 那麼第三個如果你要更完整的積木 因為感測器就現在越來越多嘛 好那麼你在Blockery基本這邊它有一部分 但是他們以後就是新的都會放在右手邊最右邊這一個 好所以如果在這邊的話會比較多 可是這個平台需要註冊 好就是需要你的信箱去做註冊或用Google帳號 那我們先從中間這個地方 你可以點一下 這樣就可以進到我們的這個 模擬器裡面 好模擬器裡面 那麼你待會進來之後呢 我們會 帶大家一起來認識一下這個模擬器 大家都找到這個模擬器之後呢 我有寫一篇 就是這個 因為你可以玩假的 哈哈哈 好所以呢 你點過去 就會 看到這篇文章 不過因為人在現場我就直接交比較快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先不要急 先從右上角這裡 你看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房子 這就是模擬器 你把它按一下 各位應該都有玩 有些人玩過那個 像什麼 就是 懷舊的那些電玩 不是都有模擬器嗎 就跟那個概念一樣 好你點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模擬器的面板就會跑出來 就會跑出來 那麼 你按一下這個元件 有沒有右手邊就有了 就這些 不過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 空間比較小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可以稍微把它拉開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這樣子你覺得還不夠大的 沒有關係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最大化 你可以先把它放到最大 這樣子比較空間比較大 待會弄完再縮小就好 那你要怎麼樣把元件拿出來 就是先按一下這個元件 按一下是開也是關 那你按住它拖拉出來 有沒有就一塊了 這個就是一般標準 阿丁諾的板子 阿丁諾的板子 那 請你不要按一下就放開 按一下放開會掉在後面 你還要自己拉過來 所以平常我都是按住就拖曳 按住拖曳 那我們現在先簡單一點 先有一個開發板 然後呢 再一顆LED燈 按住拉過來 這樣有沒有 那麼 用完了你可以先把右手邊收起來 那要怎麼接線 重點來了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不是 就是電子相關科系的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開發板 你在用的時候 你可以 滑鼠滾了 有沒有放大 往前就放大 往後就縮小 那如果你滑鼠按在旁邊 就是整個一起動 如果點到某一個 元件就是那個元件動而已 好 萬一多了怎麼辦 按Delete 或是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把多的元件把它刪掉 首先我們看 板子上面 一般我們 板子上面會提供什麼 兩個電源 有沒有覺得這個看起來有點熟悉的感覺 對不對 很多都有幾伏特幾伏特嘛 所以 一般板子上標準的 都會有至少兩個 3.3 跟5V 那有的是這個 用VCC 用VCC 這樣去代P 好就5伏特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會看到什麼 這裡有所謂的 GND GND呢 因為這個是UNO的板子 所以 這裡 兩個 三個 GND一般就是我們 插座有沒有個接地 因為有電源就有接地嘛 所以這裡就有兩個 應該有三個 有三個接地 有三個接地 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 有沒有一堆數字 對不對 一堆數字 那 這邊呢 也有類似的數字 這邊是做什麼 類比的 就是類比訊號的 類比訊號 由A開頭是類比訊號 那一般上面這邊呢 是 數位訊號 不過有毛毛蟲這個 有沒有發現 這幾個 是不是有毛毛蟲的 這樣符號的 這裡也是有 這個也是屬於類比的訊號 也是可以用類比訊號 等於說 一般我們如果 標準只有數字的 就好像我們開關一樣 只有開跟關 那你有用過的類似像我們那個有些燈泡不是轉轉轉轉轉 越來越亮 有沒有 那個可以控制什麼 就是他那個 我們叫PWM 他叫PWM的那種類比訊號 就可以有比較多的 控制 那個內容 所以 主要是大概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現在怎麼接線 剛剛是不是有LED燈已經拉出來了 來有沒有注意到 LED燈有長短角 那怎麼辦 長短角怎麼辦 要看醫生啊 表示腳有問題啊 好冷喔 來你看一下 我們的 長短 請問是正極還是負極 長短是正極還是負極 請問 我不能問文學院的嘛 正極 短角是負極 所以 因為LED燈它那個耗電不大 所以不需要額外接電源 但是它接地還是要接 所以呢 我們要接地 接線的話怎麼接 你滑過來 滑到這裡有沒有會亮起來 尖端點這邊亮起來 按著它 有沒有可以接到這裡 當然你要接下面也可以 這樣放開就好了 有沒有 它就亮起來 那這個呢 我們就接在 我就接在 我看 我接在 5好了 我把它接到2好了 這樣 可以嗎 萬一接錯怎麼辦 你就點到這條線 DELETE 有沒有就刪掉了 有沒有比較龜毛一點的 因為這樣不好看 按住中間 有用過貝茲曲線 那個 呵呵呵 這樣了解嗎 好了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接好了 好了 我就把它收起來 這裡 按一下 但因為你現在收方比較大 我就滾輪往後退一點 有沒有這樣就收在這裡了 這樣我們待會就準備來寫程式這一塊 所以還是 模擬器還是一樣 要先把硬體接起來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個軟體的部分 積木怎麼寫 請你先把它接起來 謝謝